好,下面呢,我们开始接线 上一个视频呢,我们的线都全部已经整理 整理之后呢,下面呢,我们开始接线 我们要把这个键源转换键的这个两根线 这个呢,这个红色呢,是我们作为是正级 黄色的我们作为是负级 好,下面呢,我们把两个 散热的主板的散热的风扇的线 这红色的,还有喷头上散热风扇的线 也是红色的 这个当然是喷头上这个线的颜色不一定 大家可以记住哪个是正级就可以了 这样呢,我们把这个三根红色的线 扭到一块 好,我们三根线也都已经拧到一块 好,我们来负级 负级也是这个样子 好 正极跟负极 正极跟负极都三个线都拧到一块 拧到一块之后呢 我们接到这个接线段子上 为了大家方便观察呢 我们把这个接线段子拔下来 拔下来简单说一下 这边是负极 作为是负极 这里边这一个呢 是我们作为是正极 好 我们把这个红色的线 接到正极上 好 我们把负极 接到这个负极上 好 已经接好了 大家看一下 分开三根线 这边也是三根线 这边也是三根线 接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叫这个地方 有那个线有外漏 有接触短入 烧掉电源 好 这样呢 我们就是电源线 跟散热风扇的线 已经接好插上 我们这样呢 我们直接插上就可以了 好 接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线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 用个扎带扎一下 好 这是我们电源的接线 然后跟散热里面 感谢观看